太郎在农宫里 每天看着美景 吃着山珍海味 穿着华丽衣服 就像生活在梦中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 太郎开始想家 于是和公主道别 离别不胜泪满面 白眼飘散一瞬间 龙宫生活之三天 却是人间一百年 思念情人 和时间 普岛太郎坐在海龟的背上 回到想念已久的故乡 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村子的景色 海龙宫和以前 白眼飘散一瞬间 能共生活之三天 却是人间一百年 四年轻人 何世间 何世间